小微课堂来了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史 那么你知道 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 仙民们是如何找到矿物的吗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 管子地数艺术中 记载着这样一段对话 上有单沙者 下有黄金 上有磁石者 下有铜金 上有灵石者 下有铅 锡 赤铜 上有褶者 下有铁 这段话浅显易懂 包含着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归纳 但是你肯定也会疑惑 古人的这些判断真的对吗 还别说 经过后人的验证 古人的这些记录 还真是有理有据 首先来看第一句 单沙的主要成分就是硫化拱 而在古人最早发现的金矿中 其中 造山形金矿 往往就是与身 拱的共生的 再看下一句 磁空磁 磁石就是磁铁矿 而斑岩铜矿形成过程中 磁铁矿的结晶起着关键的作用 因此 斑岩铜金矿床 附近往往有磁石产出 磷石其实就是碳酸岩 这类岩石由于硬度低 容易被雕刻 常常在用作建造灵物的材料 因此得灵石 上有灵石褶 下有千锡赤铜 这句话其实内含着 西卡岩形矿床的成矿规律 褶代表着赤红字的图 这种图往往都是铁矿被封化之后形成的 骨状赤铁矿 因此在赤土之下 大概率蕴藏着铁矿 听完这些 估计你已经完全被古人的智慧折服了 而管子地数里的这段话 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 关于矿产资源分布规律的论述 它的科学性也着实让人赞叹 古人常年找矿积累的经验 为今天的我们寻找矿产提供了大量依据 但是真正想要找到矿 仅靠一纸空谈是不够的 探明我们国家的矿产储备 离不开科学家们一把铁锤任平生的精神 地球家园的馈赠 也正是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 愈发的名息